前段时间48岁的李亚鹏公开承认新恋情 得知男生有新恋情 粉丝们也都替他高兴 而李燕的生活也有了新妈的照顾 想必是十分美满幸福了 5月27号是李燕的13岁生日 晚上老爸李亚鹏就为爱女庆祝生日 李燕穿一件黑色连衣裙 他长发期间身高已经长到老爸肩膀呢 据悉当晚李亚鹏还邀请了好友胡军等人 在北京某餐厅就会吃饭 大街上李亚鹏搂着女儿的肩膀父爱满满 时不时用手给李燕捋头发 这有爱的场面也是羡煞一众网友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吃完饭出来后 一些人互相告别回家 但始终未见王妃露面 而且李亚鹏的新女友也没来现场 也是引起大家热议 大家都知道 自从和王妃离婚后 李亚鹏就独次抚养女儿李燕长大 既当爹又当妈的让人心疼 如今李燕慢慢长成了大姑娘 能看出她被爸爸教育的很好 当年鲁豫采访时 李燕也展示了她的书法等才艺 作为新二代努力又懂事很优秀 不得不说李亚鹏功不可没 一对有爱的妇女你们喜欢吗 欢迎留言评论